很多人说科研像攀登 也有人说科研像闯关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 设立了一个特别的环节 通过这样的特别方式 请两位带着我们 一起来回望你们的这条科研之路 这是一个按钮 当你按动它的时候 某一个关卡就会出现在你们面前 你会面临着向左 还是向右的一个选择 我们来看看第一关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关呢 来 让我们一起启动按钮 我们看到了第一道关卡 出现在了两位的面前 选方向你们的灵感 是来自于实验室当中 还是生活当中 我们这个选题的方向 来自于国家经济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来自于产业升级发展的要求 生产一线需要一些什么 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是的 什么也是呢 来自于中国的国情需求 因为我们国家人口众多 那么又是属于发展中国家 所以我们的医疗支付能力是有限的 有一些发达国家可以拥有得起的 支付得起的医疗器械 装备 那么恐怕放到我们国家来 就有相当一部分人 他们没有办法去享受 作为国家生物信息中心的负责人 这样的技术真的可以汇集我们的国人 我们及时地这个在实验室 研制出来了通用的这门技术 两位都不是为了撰写论文 才开始了你们的研究 都是源于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 正所谓在科研的道路上 两个方向就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 毫无疑问 两位选择的是后者 后者在落地上应该会经历 更多的一些困难 我想先问一问中野 为什么会愿意来选择这条看上去 而且实际上也是更难走的一条路 我们可以以引进技术的方式 来解决这样的需求 可是会花非常高昂的代价 成本极其高 而且发达国家的公司 它不会卖给你核心技术 最让我们感到有切腐之痛的 是这些公司在卖给你技术的同时 它一定会有更苛刻的附加条件 所以我们只能走自主创新这一条路 是不是有很多次 让你受到刺激的时刻 大约二十年前 我们的一项引进技术 在需要进一步跟外方合作 和渗入开发的时候 我陪同我的前任老院长出访 去做技术谈判 第一天大家谈得非常好 可是外方通过第一天的谈判 他了解到 我们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的核心 所以第二天的谈判 风云突变 他一上来就完全抛弃了 原来的谈判计划 直接抛出了要与我们瓜分 综合中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非常不能接受 老院长是非常义愤 拍案而起 我是中国人 我不能出卖国家的利益 扶袖而去 这样的这个例子 应该说我们几十年经历了不少 在后来我们自己继续研发 在国内推广 使得我们中国的钢铁工业 焦化工业 成为全世界拥有这种方式 最多的国家 钢铁是工业的面包 那么 炼焦 特别是焦炭 应该是钢铁的面包 它是钢铁的最前端的一个圆端 没有炼焦 没有焦炭 钢铁无所产生为钢铁的过程 那么清洁 炼焦和大型焦炉 又是提高我们钢铁工业的效率 效能和核心装备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可以说它是装备制造业 和核心钢铁业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您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 同时也身兼着把科研成果转换落地的企业的负责人 最初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初衷是什么 电子芯片大家都知道 我们已经是落后国外好几十年了 然而生物芯片呢 我们跟它们的差距也就是十多年 所以在这样一个年轻的领域 我们该如何面对非常重要的 作为国家生物芯片中心的负责人 那么在这个创建一时 国家给我们提了很高的要求 就是这个中心 它作为第一个尝试是以企业的方式去注册管理 是自负盈亏 而且必须注重成果转化和应用 不考核我们的文章 所以这个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被考核的是专利标准 从成立到现在我们有330多项专利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 美国最大的生物芯片公司 它的这个首席执行官 带队到了我们国家中心来访问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的惊讶 简直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生物芯片的运行 因此当天的这个两个小时的礼节性的拜访 变成了六个半小时的直奔主题的战略合作谈判 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双方知识产权共享 在这些过程中最核心的就是技术体系的建设 实际上我们这次获得技术发明奖的耳容精英检查芯片 只是我们核心技术的一个应用的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就像刚才我们余总所说 出国访问刺激到了他 又是因为什么样的事 引发了您这方面的触动 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2006年 当时这个国家科技部863重大专项 专家组到我们国家中心来检查 那么在检查呢 这个过程中的话有一位院士 看完我们做的这些芯片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事 他就讲 曾经啊你们芯片既然已经做出来了 你们应该考虑一下 开发一款专门检测耳容的基因芯片 我就问他有什么必要做这个 他说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耳容 是因为基因的变化导致的 我说要不做会怎么样 他说要不做的话 这些人因为听力的问题 就会导致他丧失语言功能 会形成语言障碍 哑巴是因为听不见导致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前端要控制住了 他能够恢复听力 或者说能够保有听力 那他自然而然 像小孩子他就可以说话 这样不会变成又聋又哑 所以这个我听完之后的话 我觉得触动很大 谭院士呢 曾经在北京的同人医院 担任过很长时间的院长 在工作的第一线 您会知道有多少的聋儿 他们的生存状况 他们的医疗条件 医疗水平 跟这个科研项目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听力领域当中的 按照07年的统计标准 我们可能有2056万龙人 一个龙孩子的培养过程 相当于六个正常孩子的 培养花费 所以龙亚对我们国家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社会 残疾方面带来的社会的负担 但是在大量的工作当中 我们发现基因做临床工作是不够的 还有更多的呢 能够减少这些龙孩子的这种发生 和龙病人的发生 那么有了基因芯片 我们就可以把遗传性龙 和相关龙的一些病因 从基因学的角度把它筛选出来 那我们就知道 哪些人可以得龙 有龙病 哪些龙呢 是由遗传基础带来的 显而易见呢 两位选择的方向 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请两位来帮我们算一笔账 有了这样的技术之后 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 到底可以节省多少钱 截止到2018年底统计 我们这项技术在国内的应用 是大概形成焦炭的产能 是9800万吨 也就接近1亿吨 这1亿吨的产能 如果是从国外引进技术 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的投资相比 节省了160亿元人民币 从环境上说 每年可以减少 大约170万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和4.5万吨的淡氧化物的排放 那么仅仅从污染物排放 和环境保护这一个角度来说 这样的产能替代 就相当于我们 关停了30多个 100万吨级的焦化厂 程院士来算一笔账 通过我们完成的 全国遗传性儿童的筛查 已经到了330万 这个新生儿这个数 如果这些人真变成残疾人的话 节约了将近是 500到600个亿的 医疗支付开销 接下来我们要请张欣欣校长 他跟我们之前关注的 以实验室为导向的 这些科研项目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跟过去的 以论文应用为导向的 这些科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是这样 这两个项目 其中交流的项目 是我参加的 这个芯片的项目 也是非常前端的项目 咱们现在大学的老师 都是做科研的 那么学校引导大学老师 做科研的时候 是有两句话 一句话叫做国际前沿 一句话叫做国家的重大需求 无论你做国际的这个前沿也好 是吧 你做国家重大需求也好 就是你一定要满足 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发展阶段 你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吧 做完了你也不能没有结果 是吧 论文是一定要发表的 是吧 你不发表论文 你也得有报告 没有报告 那当然技术性的 你得申请专利 所以现在我们说 唯一论文肯定是不对的 不要论文也是不对 在选方向的时候 如何来平衡 先进技术的研发 跟这些技术的具体应用 这之间的关系 听一听赵刚先生的说法 无论是他炼焦也好 或者是生物芯片也好 需要大量的结合 我们社会具体的研究 德国的突击步枪 当时打得远 打得准 但是他不可靠 一刮风下雨 他就不行了 而且车卖还高 后勤供应就产生问题 苏联 前苏联红军 他搞的这个枪 AK-47 到现在非常有名 就是不怕刮风下雨 他尽管精度不如德国的枪 精度好 射程也不如他远 但是他可靠 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恶劣的环境当中 都能打死敌人 而且他便宜 成外地 所以大量远远不动的供应战场 所以你的目的是干什么 科技的目的是干什么 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 那你只能数字高格 这也是我们过去 很多年 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好多成果都是很先进 但是呢 都转化不了实际的生产力 问题就在这 我们过去一句话 叫卫星上天 马桶漏水 就是说的这个问题 大家都去追求高精尖 但是呢 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 不去选方向 选题 不去按照实际的 这些问题去解决 陈主任 这样的一种转变的背后 体现出了我们 什么样的发展逻辑 科学技术就是要为 老百姓的民生 为社会发展 为我们的工农业生产 提供技术保障 但是呢 为了更好的服务民生 提供技术保障 就要发展高新技术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呢 是这个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相不相成的 我们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 有一部分对阳春白雪 看得比较重 对夏里巴仁的事情呢 看得比较轻 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做到比较到了 但是通过这个 这么多年获奖项目来看 这个问题呢 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 就是实用的技术 符合民生的技术 服务民生的技术 越来越多 进步奖的通用项目里头 75%都有企业的参与 这些项目 就都能够得到了实际应用 都能够服务民生 我们要先请两位 来普及一下 你们这个技术 到底是如何应用的 借助道具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钢铁联合企业的生产过程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成 一个面点师的面案工作 前边的高楼链铁可以说是货面 焦炭在里边的作用就是 对货面来讲 面粉和水 而铁矿石如果说是面粉的话 焦炭就是水 链钢可以说是醒面的一个过程 后面的各种杂财生产线 可以说是做成 馒头 烙饼 面条 面包 蛋糕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项目的研发上边 难度最大的 是我们的焦炉大型化了之后 这次的这个研发项目是7米 长度大约20米 20乘7 140平方米 生产状况的工况 温度是1300度左右 而在这个工况下 温度偏差 整个面积上每一个点的温度偏差 不允许超过正负20度 一座焦炉 60到70个碳化石和燃烧石 那么就是120到140个 这样的面 每一个面都要达到 这样的温度均匀 那么对炉体的要求就极其高了 复杂到这个最后建立起来的 计算机仿真模型 它算一组参数 就要超算中心的大型计算机 24小时不停地转一周 才能出一组参数 接下来我们要请程教授来介绍一下 你们技术的牛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这基因的这个松螺旋 你看它有两股 爸爸和妈妈 他们往下一代遗传的时候 第一个孩子把爸爸妈妈不好的基因全遗传了 中间这两孩子只遗传了一半 我们叫隐性的 第一个叫显性的 最后这个呢 都把健康的好的基因遗传过来了 所以在这个耳聋基因检测里面的话 我们如何去发现这样的这个基因 它到底是隐性的 还是显性的 还是是正常的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芯片 一个构成的 你看这个在芯片上呢 我们事先固定上去了 我们所谓叫碳针 这个碳针相当于我们拉链的其中一半 这个黄色的带着小链过来的 这是相当于我们拉链的另外一半 这个部分是我们的新生儿的样品中的DNA 前头的部分是我们合成的 当这个两个链完全匹配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这个有拉链的这个经验 你才能够把拉链拉得上来 我们叫匹配 这是我们自己设计开发的极光公交扫描仪 把它解剖开 你们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 我们的这个计算机 它会自动地把这些信号做一个解读 告诉你有什么样的这个隐性 显性或者正常的情况存在 然后一键按一键计算机 它就给你自动产生检测报告 供医生参考使用 整个过程就结束了 谢谢